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植物呢 我今天一样来介绍空气凤梨好了 上次虽然有介绍过 可是因为我们家实在太多的空气凤梨可以介绍 所以今天依然是介绍空气凤梨 介绍哪一种呢 就是介绍有一种是旋风木柄凤 这种空气凤梨也是蛮特别的 我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像我们一般空气凤梨它长侧芽的时候 都是就像这样子给各位讲 长侧芽的时候它就会在这个根部的地方 有时候就会长出一个 在根部的地方会长出新的侧芽出来 譬如它大到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帮它做算是分租的动作 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旋风木柄凤 这种空气凤梨很特别 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 这个 我把镜头再弄下来一下 好 这个就是旋风木柄凤 各位看这是原来的这一株 各位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沿着这应该是花饼的地方 很长 它的花饼很长 各位这边看 这边是有一颗 这边有一颗 这样会比较看不太清楚 太亮了 我再镜头调整一下 还是我拿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 这是不是 这有一颗新的新芽在这边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是原来的母猪嘛 然后 开花以后 然后就 就会有长出一个侧芽出来了 在这边 它就是跟一般的空气凤梨 就是不太一样 所以到时候我们等它大一点的时候 就把它剪 剪这一段剪下来 再来另外成立一颗新的空气凤梨 然后再把它稍微挂起来 那这样又多了一颗 所以它的 它的侧芽 跟一般的 一般的空气凤梨真的是 长的位置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旋风木饼凤 也特别来为各位分享一下 好 那各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要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来给各位再看清楚一下 因为刚才好像没有拍得很清楚 这样 好 这样子 好 过来 这个就是它的 小颗的 有没有 这边 好 好啦 这样就有稍微清楚一点 好了 那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